外地岛再度遭到中共无人机侵扰 国军也采取开枪驱离的强力反制作为 而今天中午金门失与据点官兵 直接击落一架无人机 可以听到金防部指出在官兵发现 这架无人机先发射信号弹驱离无效后 改采取实弹射击 直接将无人机击落最海 军方也随即派员打捞 并且了解这架无人机的拍摄动线 是否拍到敏感内容 由于总统在周二时就下令国防部 对中共的民用无人机这种灰色地带冲突 采取强硬的反制作为 而周二金门守备队随即对无人机开第一枪 周四中午12点03分 这架无人机闯入 五分钟后遭到国军开枪击毁 不让对岸灰色冲突的侵扰模式为所欲为